来 梁行长 法院执行局来人找您 请进来吧 好 请 好 谢谢 请问您就是梁行长吗 我是 请坐吧 我们是东海中院执行局的 请坐 我们来 是想向贵银行 了解一些有关情况 一般情况下 我可以不接待你们 既然是法院来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请问 你们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贷款 我们办案涉及到的 几家单位的贷款 好 好 请稍等 王主任 你把近几年来的贷款资料 拿到我这来 好 快点 梁皇长 资料我都拿来了 好 放这儿吧 这就是最近几年 我们银行贷款的资料 你看吧 你看这儿 梁皇长 我是最大的企业 WO环球贸易开发总公司 从没有向贵航贷过款吗 这个具体情况 请信贷部主任王主任跟你们谈 WO环球贸易总公司 对 你是说前两天日报登过的那家公司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那有没有带了款不存档的情况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都看到了 我们的贷款多到上千万几个亿 小的几万元 我们都有记录 这是国家的规定 我们不能违规操作 是是我明白 杨航长 谢谢你的配合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再来找您的 欢迎欢迎啊 再见 再见 走 请 谢谢 王主任 从今天开始 任何来了解银行业务的外调 没有我的亲笔签字 一律不得接待 后来 喂 罗副院长吗 赵局长带着执行局的助手 来调查贷款档案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那就好 有关技术上的问题一定要仔细 即使将来去调查组 账面上也要经得住何尝 好 刚才夏秘书来过中院 政府方面你尽管放心 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告诉你的 好 从现在起 你的手机要24小时开着 好的 有情况我会随时给你打电话 赵局长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说说看 不可能 司马洛奇绝对不可能没像东海市 这个最大的工商银行 带过款 说得好啊 可是为什么没有记录呢 你们想想 带了 是借用别的单位或者企业名字 是吗 小房 说说你的想法 这个案子的大致情况 刚才玲玲对我说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 不过 我是这么想的 像司马洛奇这种 擅钻影 懂计谋的企业家 要么老老实实的 遵纪手法 不做任何手脚 要是做起手脚来 绝对是极为隐蔽狡猾的 让人很难发现 说得好 我觉得小刚和玲玲说得很有道理 像这么一大笔款子 司马洛奇会不会不用本公司的名义贷款 但是 他们总会留下种种蛛丝马迹的 这么大的贷款 谁批的 干什么用 各位的脑子够用的 从中院判了司马洛奇一案后 我就一直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尤其是听说 执行局长来过工商行 找过梁行长 我更是度日如年 昨天又读了东海日报的报道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前来自首 梁行长要我弄假汇票 制作假协议书等手段 把国有资金两亿六千余万元 通过城改办和淡水工程办的账号 非法转到了司马洛奇 在娱乐城的秘密账号上 为此 梁行长给了我二十二万元的回扣 这些黑钱 肮脏钱 我分文未动 如数上交给检察院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请你们相信我 说的都是真的 你对工行的怀疑 终于得到证实了 此人是谁 工商行的经纪师 梁行长的助理 昨天看了日报的报道 主动去检察院自首 这袋子就是检察院送来的 必须从梁行长身上打开突破口 追回被转移的款子 正合我意 不是停止执行司马洛奇一案了吗 并没有人批调说 不得追查被执行人的转移款 这奖还是老的辣 您真是老奸俱怀 只要我们暂不捧司马洛奇 谁也不能拦阻我们 不要过于声张 行动要迅速 那好 我马上去找梁广汉 我马上去换 好 好 这不是赵局长吗 你们这是 梁恒长你坐呀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如果有什么新的问题 我们会再次来找你的 是是是 我从报上看到 司马洛奇一案 不是停止执行了吗 停止执行并不意味着 司马洛奇案的结束 法院在执行其他案子的过程当中 发现与你有牵连的线索 希望你能 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安排什么人 用什么手段把国有资金 转移到被执行人的账户上去 转了多少 赵局长 你都说些什么呀 我简直都弄糊涂了 我们工商银行的资金进出 都是有据可查的 并都输入了电脑 这怎么可能呢 你先把你头上的汗擦了 我这个人是爱出汗 爱出汗 但与赵局长所提的问题 并没有关系 梁行长要我开假汇票 制作假协议书等手段 把国有资金 两亿六千万元 通过城改办 和淡水工程办的账号 非法转到了司马洛奇 在娱乐城的秘密账号上 梁行长给了我 二十二万元的回口 我的助理 并没有说假话 不过 这两亿六千万人民币 已经不在司马洛奇的账号上了 转到哪儿去了 什么时候转呢 我在等你回答 我有罪 我会坐牢的 我上有老 下有小